18年前,来自江西的张女士,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和范先生走进了这场跨省婚姻 妈她说,你要是坚持要嫁那么远,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我说我还没你这个妈,我也不想认你了,就为了给我买赌气啊 你不要,我嫁,我就嫁 对 赌着一口气,张女士舍弃了家人,她希望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能够不负所望,带她一起奔向新生活 可是她没想到,结婚18年就吵了18年,她和家里所有人都格格不入 追根溯源,这还得从他们刚结婚不久后,买衣服的一件小事说起 正是这件小事,埋下了多年矛盾的货根 刚开始怀上我女儿了,八九月份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说那些衣服都没带回来 我说我没衣服穿,要买衣服去 她妈也跟着去了,到了街上,她老妈就挑那些质量比较差的,便宜的 第一次陪我去买衣服,就要挑个特别差件,特别便宜的,有那么扣门吗 我就不理她们了,直接挑好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拿着东西就走了 还你们在后面给不给钱,她老妈在那里骂人了 娶个这样的媳妇,我不要什么之类的,我也很火,回到家里 我就把那个吃饭的桌子使劲一拽,我说算账,我要回家 她妈就不得了,说我脾气不好摔东西啊,本来那个是无意的 既然你这样子说了,那我就摔吧,就把家里印象啊,什么东西我全摔了 然后她就打电话跟我妈说,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把她东西给摔了什么之类 把我妈叫过来,我妈都一个劲的劝我,不要这样,好好过日子 继续在那里待着,待了11月份的时候,又因为小事情,闹起矛盾来了 她老妈就叫她跟她谈地两个把我给送回去了 我就一直在我妈那里待着,待到生亡我女儿啊,做完月子 到了10月份,我就再次出去打工,我就打算要跟她分手,后面就三年一直没有理她 孩子就留给她们 对,孩子留给她 为什么在那个买衣服事情之后,你把她送回娘家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买衣服,太红的衣服也不太好看哦 我是买一个女色当一点的 她的皮色就,女色不好看 我就买 就买,偏偏就买 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之后,你把她送回娘家了 她自己愿意又回去了 你是担心她跟你妈妈处不好吗 对 通过买衣服这件事情,你妈妈有不高兴吗 我是有,不等她说,你好不看不习惯,不理你 后来她把孩子放下走了,你明白是为什么吗 一方面那个生和,二方面,从我妈妈他们查了,也有一点点 你当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吗,两个不明不白的这个人就走了 你走的话我也留给她,她不愿意,不留你不留啊 到晚上她不睡觉就跑了 结婚不久就因婆媳矛盾,导致夫妻分区三年 这对刚成立的小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风格